市值蒸发3000亿港元,雷军征集了,上市14个月,小米市值蒸发了3000亿港元,在股价连番下跌,市值险些失手2000亿港元后,雷军终于忍不住了。 9月3日,小米集团发布公告,将在公开市场回购最高120亿港元的股票,毕竟上市14个月,其股价最高曾达到22.2港元,市值一度炒5000亿港元。 如今股价跌去60%,市值已经蒸发3000亿港元。 此前,小米也已进行过两轮回购,分别为今年1月份连续三次总计金额2亿港元的回购,以及6、7月份连续19次总计10亿港元的回购。 雷军一直标榜小米是家互联网公司,但看看互联网公司的市盈率,阿里巴巴的市盈率为37.3倍,腾讯为35.3亿倍,而小米仅为13.47倍。 格力市盈率为13.27倍,可见小米更接近于硬件公司。